穿甲还是暴击 又穿甲又暴击啊 哎呀这摄影师老惦记着把这个绿弹削了干嘛 那妈的把红弹蓝弹加强要不好吗 这摄影师没有意识到问题啊 不是绿弹太强了 是另外两个弹太弱了 你把弱的加强了不就完了 妈的非要把这个三个弹削的一样弱 他这个宠物是用打野前期的经济跟经验来换的 如果这个宠物弹太弱的话 那你就等于纯削了 这样我打大头应该还挺好打的嘛 换个扫描来 换个扫描来 我让你吃一眼你赶紧A一下不然我的钱都要没了 这辅助有点笨笨呢 这辅助有点笨笨呢 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你别往前压你往前压人家往后跑我就抓抓不了 拿过来补刀 这时候再往前压 这辅助感觉有点蠢 这下落可以放弃了 除非对面压线 上落疯狂吹醒 上落疯狂吹醒 这辅助感觉有点蠢 我可以放线 为的货 我 自己打看 我可以放线 4級大頭 劍魔有點藍可以試一下 應該是有眼他跑 抓不到藥所 藥所沒閃 這劍魔沒血了 別給他E塔下方向 這時候再E給我A上 把他殺掉 A上 把下路核桃蟹吃一下 估計要偷我們野去了 他買的一把短劍 下路好像要打架了 爆頭 這件事在我們 藍區裡面 你就非要劍一下 跟他換下野區順便抓不下 主要是這波他們下路沒血了 有時候跟隊友配合不好沒關係 跟隊友配合好就可以了 兵線進塔你都不要過來噁心我 還真被他噁心到了 跟他不能交Q 怎麼應該把這個 野怪吃到然後吸一口回血活下來 這要是以前的懲戒就直接能回血 他現在打完這個野怪回復效果跟凱旋一下 他這個回復有延遲的 半血女警 來個點了 來個點了 你想加我我就不走你的架子 直接走位 直接給你扭掉 直接給你扭掉 也被偷完了 意料之中 這個河蟹差不多到6了 再來一組野 我們的蛤蟆刷新了 打完這個蛤蟆去反到紅順便收一下這個劍聲 右上角 這個8分鐘左右劍聲會死 直接走近到 瞬間線加速一下 然後EQ翻牆 就看到這個劍聲在打 讓我看看 人呢 還沒來嗎 如果還不來的話就打龍了 打龍我們就打先分 5機箭聲去中路 升6了 他怎麼知道我在打 恰巧過來 那就買1送1 AEQA 再一個R 先鋒 先鋒也要 我要 人我也要 我全都要 這個EQ 這EQ剛好把小炮台插了 當殺 今天狀態有點好 節奏非常的棒 大頭沒剃的話這波可以吃一些塔 這塔都沒動過滿血 欸 你在Q下死了 擊飛是可以累積的效果 對嘛這次他就跟上了 怕錘子 他一段Q 我接一Q 然後他在二段Q跟上就行了 直接可以把他困到死 應該先買鐵板鞋子 他Q完我EQ 主要我們那個機會是最強的控制 韌性也沒用 解不了 所以只要連上去一定會死 他有韌性也沒用 不像別的控制 你韌性可以解他時間 好 直接來個大 新來個街 放牆 大招 人要死了你再給 給他好 穿到女警了 我都以為他空大了 他的大刀可以往人身上彈過去 有點像那個啥 多米諾骨牌一樣 只要有一個彈彈住了 就連著彈 我都以為他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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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好 好 一千三 打個木 덫 好 回家先把神话买一下来 回家了 我买一下 我大又好了 走下面他可能那个炒饭一样 飞翔走 然后直接EK吧 对面辅助没想象的 R到就死 这女影怎么这么想加我仿杀 加又加不住我 你看到没有果然有影这边 刚才走到草的话就把他们提前吓到了 这不就杀不了女警了 细节决定成败 一般对面要推陷 我方死了 他刚才又消失了 肯定会在我们这个炒作眼 在我们仪塔后面那个炒作眼 你直接刚才不贴着墙走 走中间就被他看到了 他提前看到提前跑距离就不够了 cht 兄弟姐妹们 和我并天作战吗 拿给你 古蓋 在接上人呢 20秒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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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找一下 大頭,回家了 我實在不想殺他交盪 剛才A炮車的箭上傷害都沒給他箭死 現在湯圓死的話會掉百分之六十 這邊掉個百分之五十 在先鋒創達的一瞬間 在EQ是避重的,因為他躲不了 你們剛才注意到我EQ上的細節沒有 在先鋒過去的一瞬間我在EQ的 先鋒撞到的話,先鋒是有控跟AOE傷害的 先鋒控到他的一瞬間我們接EQ他是躲不了的 不然的話會玩的箭上可以利用Q躲我們的EQ的 直接來個Sewizer 輸出拉滿 之前40死完的話就變20現在變16 最好少死出這個裝備 掉了就很虧 就跟沙倫書一樣,比沙倫書還離譜現在 沙倫書你滿層的話只掉10層 這個就等於什麼的 沙倫書的話你滿層他直接給你掉15層 難不難受 你難不難受 這就是代價 其實感覺他連砍了這三刀之後 他已經沒那麼強了 再削的話就可以不要買了 應該是沒那麼變態吧 連砍了三刀的話 這裝備感覺現在就一般般 但是該買還是得買的 再削就沒必要買 再削就不划算了 其實他不強 他強的是一手機制 但他數值削的太狠 機制就不復存在了 這輔助很煩啊 我要先給他做掉了 沒大沒小 主要是貴 他這個屬性 低於20層都是虧的 太貴了 貴了層數再掉了 他還在低了 就沒啥用 會脫節奏 電腫 哇好嫩論 賞現E賞現狂風 又是一個閃現 喜歡搞是不是 是不是喜歡搞 這維克托藏到甜頭了 跟著我走 等下上面還要再來一個人 下路大頭 我沒在 壓索還還在下 直接穩一點吧 直接穩一點吧 開大拆 插眼嘛 我看他開個大過來我能暈掉了 再來個青羽吧 然後鞋子再換來來個訓了 一雙草鞋走天下 一雙草鞋走天下 他的彈還差兩層沒出來 現在是 他A完他就沒了 真沒人來嗎 他本來是偷大龍去了 你以為角度不對我就EQ不了你 像我們這種就是最高難度的EQ閃現 直接Q的一瞬間按閃 改變Q起始的位置 這樣的話就能打出Q的傷害 還有挑飛啊 他也保不住你 跟常規的那種EQ閃不一樣 那種是路途當中再按閃現 這種會比較難一點 你要一瞬間按 而且一定要對準你要改變的角度的位置 Q王馬上把這個角度拉過去 等下把E交掉了 大龍的起身 但是那種的沒傷害啊 一般的一般黃子玩的那種EQ閃都是沒傷害 我們這種是有傷害的 閃Q是閃Q Q閃是Q閃 這Q閃反應不過來的 閃Q有多有多一個動作 你這個釋放前腰就沒有了 你閃完再Q的話 有多個前腰對面的反應的過來 你理解個厲害就對了 他不又有大了 你用木段的隱身 拉扯一下 再來個紅青雲 我再來個遜能把鞋子慢了 我再來個遜能把鞋子慢了 對面不出來啊 千大龍嗎 千大龍 千大龍 晚上一跳就完了 盡量 先殺光語掛娃 拉近距離再殺大頭 啊後面那一個 單個跳板 對面 大龙再来个我回家买个训终极衣服 三路全破了 剑总要过来 他看到我们在打轮 A个视野 哪来这么多影 他哪去了 大头隔墙放着影 我说记得没影 训练不仅能加技能的伤害 还减CCD 最关键是你减这点CD 快个一两秒有时候 就差很多 这版本红青玉加强了 但是只对着肉加强 打肉的时候有用 他那个巨人杀手 打血量高的目标伤害更高 但是一般顺分都用不到 顺分的时候你本来血量就比较多 好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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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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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手他有分的时候算下时间差不多2秒左右就开2就好了 他不管是Q还是EQ他只要把Q用了 大就可以把它分没收掉直接就 这怎么定位加分还加的这么少 最后应该直接跳个段打的 他大段跳不了 38000的伤害 最后上台去搏进定位的 应该直接打个一两把就直接跳个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